周深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让这么多人死心塌地的喜欢他 知道为什么称呼周深为宝贝吗 就是从最初的欣赏周深的歌声 大批生命都是妈妈粉 甚至是奶奶粉级的听众 这些有着漫长岁月生活 阅历丰富的听众 能被深深的歌声所打动是很不容易的 可想而知周深的歌声是多么的动听与感动 多么的美好与抚慰人心 周深的歌声不但打动普通人和被人喜欢 而且同时打动得到专业人士的肯定和欣赏 随着周深的歌声被更多人听到 如今周深的歌迷小到少年儿童 上到古西老人 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各个阶层 他的美好歌声已传到世界 感动着更多听众 既然你不得了 For you Up against the stream Water ways will join the swan Tracing to the source No more strength or loss You will see petals fly When love man becomes carol Could you please hear my voice That hungers for ado Life looms like a flower Far away or by the road Waiting for the one To find a way back home Time flows across the world There is always a long way to go Till I reach your arms I met again 在他身上 我们关注的好像是他唱歌好不好听 而不是这首歌本身好不好听 比如有些歌可能旋律比较难 质量也一般 但周深唱了之后 就会给人一种很好听的感觉 哪怕是土鸡蛋 自由飞翔 时代在召唤之类的歌 周深翻唱之后 也能让人忍不住循环 他的可怕之处在于 几乎所有他的歌 一直循环再循环 依然还会被惊艳 从出道之初的小情小爱 到后来的宇宙天地山河 再到如今的家国历史情怀主旋律 都可以放心的反复去听 哪怕是有我 灯火里的中国 春天到万家这种歌 欢迎来到 炮好传奇专场 你要吃肉 一路的方向 还有不少轻薄 专门的香味 是非的火 一路的方向 都不停琢磨 哟哟 你要吃肉 是谁听着歌 温暖和寂寞 慢慢长野 一路奔放 岁月曾流过 还记得周深在参加好声音的时候 虽然遗憾的没有晋级 却成了小二班公认的团宠 张碧晨一进群就大喊深深 陈斌也多次强调周深是团宠 是小二班的开心果 甚至在八年之后的天赐的声音三中 张碧晨表白周深时哭了 说他身上亲切感和亲近感 一直都在 在群里却是公认的团宠 可见其品行性格之好 这应该就是他其中一个 过人之处 人缘极好的原因 我们俩是队友来的 我们俩是一组 而且我们俩很神奇的是 我在他前面唱 对 他就我唱的时候 他就在小朋友路过后面 我在后面等 他当时我觉得 哇这个人唱的这么稳 我当时就说 我当年第一次 听他唱歌的时候 我整个人吓死 我总是在说 我说人类怎么能 发出这样的声音来 第一次听他唱歌 是在什么时候 对 这个人也太厉害了 然后 我就看周深唱歌的时候 总会让我觉得 特别幸福 这种幸福 是我在别的歌手身上 感受不到的 第二 应该就是独特的天籁之音 飘渺空灵 可仙可妖 天然不作作 这应该是周深最为显著 和核心的过人之处 更为关键的是 周深没有因为声音特色 而沾沾自喜 固步自封 而是一直在不断努力 学习深造 增加实力 磨练唱功 柔百家所长 自成一派 从而形成了属于自己独特 且逐渐成熟的技术流派 并没谁坚强 今生无法 就让我拥抱 被你滴水 被我掌握去吧 成为我爱的人 追南 追南 我爱的人 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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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不然 七三 自知且自识 她一直清晰自己的人生定位 所以一直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歌手 只是想留在舞台上为大家唱歌 她从不把自己看作是idol 更没有所谓的偶像包袱 所以她在综艺节目里放得开 玩得拖 笑得欢 上一秒还犹如天神在歌唱 下一秒就暴露沙雕本质 同时情商高 说话阶级正能量且满心 还经常自黑解尴尬 几乎成为抢手的综艺常驻嘉宾 出镜多了 喜欢她的人就更多了 曝光多了 她的歌就让更多的人听到了 其四 不断修正自己的不足 从出道到现在 她总是在刻意地改正 自己的不好的习惯和装容衣食 比如改掉了不自觉咬手指的习惯 从出道时的素人到现在出镜时的精致 她的经历让普通人希望自己能成为周深这样子的 听她唱歌 看她唱跳 就好像拥有了温暖的四季 再坏的心情都能轻松开怀笑 或许这就是她最大的过人之处吧 愿你拥有更多的过人之处 盛开最持久的美丽 成就独一无二的你 哈喽大家 我是看看呀 非常非常抱歉 我之前分享和周老师合作的时候 落了一个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牛肉干的故事 因为我们录制的时候 那一天不是说周老师还有其他的录制吗 然后他过来的时候给我们买了水饺和烤串 在那之前他给我们去找了一家 他自己之前非常喜欢吃的 而且那个牛肉干还挺难买 有软硬两种就是不同程度的牛肉干 然后他特意从远远的地方 给我们带了两大包的牛肉干 然后有软的有硬的 然后到现场之后就分享给大家吃 他怕大家有的人就是吃不了硬的 然后有的人呢又喜欢吃硬的 所以他两大包都买了 但是那个牛肉干其实还挺贵的 你知道吧 然后他就一点不吝啬的 跟大家分享他喜欢的 就没有办法不喜欢他吧 我就想问大家 谁能不喜欢他 我就说吧 就真的 而且从之前开始 因为我第一次跟他合作的时候 实话实说 他没有现在的这样的人气 然后一路走来 所有身边的朋友都在反馈说 他就是始终如一 你不管是之前和他合作 还是现在此时此刻跟他合作 他的态度都是一样的 完全没有任何一丝变化 而且我之前看他的采访 就是他会很多国的语言嘛 我觉得一个努力的人 不会说是让大家看不见的 你努力就一定会有结果 我觉得这是我们喜欢一个艺人 给我们最大的回馈 这都是我要补充的啦 非常抱歉大家 我真的之前没有想起来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我们下室就站在大欧帮里面 台湾 大学地 哪一边 阶